老闆娘你好 你好你好 先把你在国外工作背景先讲一下 我呢当初呢是先到了澳洲去工作 然后一开始是到了那边做活动B2B的部分 在那个澳洲公司 然后后来呢就转到了那个澳洲雪梨的赌场 叫The Star 在里面呢当主持人 然后也当那边的河馆这样子 然后后来也有到了那个游乐园去做活动的部分 后来就觉得好像澳洲大概两年差不多了 想要换个跑道的 后来我就因为一直都还蛮想要去新加坡泡泡看看的 在大学的时候就很想去新加坡 所以后来我就选择了新加坡 就找到了TWG的工作 然后算是做了那个调查师的部分这样子 就TWG是贵妇茶嘛 然后我们里面会有800多种不同的茶 我们就要一个一个这样去配那个口味这样子 然后那个时候就去做了调查师 在那边也待了三年了 因为疫情的关系 后来就想说不然就回台湾 然后呢陪陪家人这样子 所以后来才搬回台湾 然后音乐机会之下呢 才开了这间店这样子 我们先讲河关那部分 那待遇不是非常高吗 嗯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那你怎么有办法脱离这样的高薪 其实刚开始会有一点不太习惯的确 对 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在澳洲的生活挺无忧无虑的 然后那个薪资跟你的生活其实是完全是成正比的状态 但现在我觉得另外一个蛮幸福的点在台湾是因为有家人在身边吧 对 然后加上我觉得能够自己开一间店自己创业这是另外一种成就感 因为其实在那边的话虽然他的成就感是来自于你可能在工作上面 得到的一些可能不管每个人的认可 但是在这边的话是你自己有了一间店 然后你自己创造出更多的不同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样子两者之间它是有所区别的 所以我后来回来台湾我其实还蛮开心有这样的决定 所以你开店这个调茶师的三连之力有帮助吗 有因为我现在我现场的话我开店餐厅里面就是有不同的茶 然后是我自己调出来的 就是跟一般外面的喝的不太一样 所以你有自己的配方就好像香水一样是不是 对对对有自己的配方 我都会自己去试那个口味 然后自己去调就是那个时候我就会到处去看 这个草本跟那个草本搭起来怎么样啦 然后配上这个这个应该要配红茶还是这要配乌龙茶 那些我都会去调调看 是以功效为主还是以好喝 以好喝为主 功效的话我就不那么讲求 当然好喝之外我也会去看一下它大概背后说 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一些效果也是会有的 但是因为毕竟茶的东西其实都是要长期 所以我就不会跟大家做这个保证 那你是边调边开店还是开完店再边调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应该是说我先调过 但我其实动作还蛮快的 然后调完之后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确定要开店了 在开店那个前面的时候 我就把这些饮料都 还有甜点的部分都马上确定了这样子 可是确定一定要面对现实的挑战 客人接不接受 有因为一开始其实我们就有先去那个做试集 然后差不多跑了三四次 在那边呢先去试试水文 后来反应证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也因为有这样子有客人跟我们订不同的茶包 然后好几个这样子甚至有宅配 所以我才就是开店之后确定有这个茶的部分 所以你调好的茶还自己有做自己的独特茶包 对对对 其实我茶包很简单就是我就是用那种一般的茶包 然后我就会把我自己的茶叶装进去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选在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里开店 而不是到市区去竞争 嗯我觉得有很大一点是我很喜欢花花草草 然后我觉得我阿公这个老厨啊是已经差不多三十多年了 那个时候是阿公留给我们的 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 像有这样草原啦有花花草草啦 这都是我们自己这样去种的 我觉得有这样的环境下开这间店 一方面是给客人愉悦 另外一方面是让我们自己就算在家里面 对就算在家里面也让自己疗愈 对然后另外的话我觉得屏东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是因为它四周环绕着不同的水果啦 或者是一些牧场的部分还有牛奶 所以我觉得在屏东这个地方的话 它完全体现了那个产地到餐桌的概念 这也是我们家所想要呈现给客人的 所以我才会选择回来屏东开这间店 好那只有茶饮还是不够还是要有周边啦 是不是咖啡餐饮或是一些什么餐点全部都要 这个是你本来熟悉的吗 本来其实我是一个就是爱吃的人 然后熟悉不熟悉嘛 其实我会吃 但是呢做的话呢 会小小这样做 但主要是妈妈会做 妈妈以前她一直都有在 她中西料理都有烘焙 差不多十多年的那个经验了 然后后来是也有音乐忌讳下 就是有去教导其他的妈妈们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想要学习料理的人 可是她并不是真正那种老师 可是她是有私教的这样子 所以她本身就很会做 然后又是老涛 我就跟她魔鬼训练了一阵子 然后才开了这间店这样 可是你不会怕你自己妈妈做甜点 变成你无法驾驭她 或者是你无法控制她 因为她有她的现成的经验 跟你现在一些比较创新的 这个观念可能会有冲突 我觉得我们两个倒还蛮不错 是没有这种创新这种 新旧融合的问题 对倒是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妈妈还有爸爸 他们两个人本身是很前卫的 甚至他们有时候会 在后面一直追着 就从以前他们就后面追着我 跑去叫我说你要 就是他们一直 希望我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其实他们都一直是很支持我的 然后我们都会 如果今天有任何新的idea 都是会互相讨论 所以他们脚步比你还快就对 他们脚步非常的快 其实我是一个还蛮慢活的人 那他们就是一直 比起我来讲 他们真的脚步有点非常的快 所以你本来创业是想要 边做边享受田园的风光 可是他们认为一创业就要投入 就要开始积极 对没错 跟你的脚步不一样 对一直以来就是 我是一直很喜欢这样子享受这样生活 然后觉得可以做一些 然后今天有客人我就接一些 没有客人的话没有关系 反正我就享受了这风光 但是其实现实层面的话呢 我这样子其实是赚不到钱的 对 所以爸爸妈妈他们 因为我比较属于浪漫情怀 所以爸爸妈妈反而在这一方面 没有一直鞭策我就是 我们本来创业就是要赚钱 就是要投入这资金的部分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就是让自己就好 我该动起来 所以你本来是自得其乐 我是自得其乐 就享受自己家里现有的这个风光 没错 好我们来讲餐的 那主厨是谁 主厨的话是妈妈 然后甜点的话是我在做 我们主餐的部分的话 我们都会跟当地的小农 还有像在地食材 对在地食材 像这个季节有什么水果 有什么菜 我们就用什么菜这样子 然后肉的部分也都是用温体的 就是也都是用在地的这样子 在地的牧场去做的 所以我们的餐的话呢 你说好吃不好吃吗 这是因人而异 但是我们家是绝对吃的舒心安心 然后我们都是一定是用 出炸橄榄油啦 还有那种法国奶油等等的 去制作每一道料理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 吃完身体是有负担的 基本上你吃完一整道菜 一整个料理 今天的蔬果量其实都足够了 可是我觉得你在国外这么多年 你妈妈在地这么多年 你们都没有一种 中西融合的一个冲突吗 就是你的想法跟她的做法 是不一样的 倒不会 他们真的是还蛮前卫的 因为他们也很常出国去看看 然后妈妈也一直以来 其实说正在屏东而言 她一直是跑得比较前面的 然后也一直会去外面吃东西 去刺激自己 希望可以创造出更多 不同的可能的东西 所以倒是不会有这种问题 你们短短开业没有很久 可是算是在网络评价上 非常的高 你自己有没有讶异啊 我其实反而不讶异 我反倒是觉得就是 就谢谢大家 看得到我们的用心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这样的店 在屏东真的蛮少的 在市区 一方面是在市区 然后你好停车 然后又有这样的庭园 然后餐的部分的话 就像我刚刚说的 虽然口味阴忍而已 但是你在这边吃东西 你是感觉到舒服的 而且如果你算是 有去知道食材的人的话 你看到我们餐的那个食材 你会知道说 我们是真的有去用心挑 所以你觉得你们成功是必然 对 这么会不会太骄傲 但是我觉得是 好 但是客人如果坐太久 就影响到翻桌率 你会不会担心客人待太久了 太享受你们的这个风光了 倒还好 但是如果像今天 如果是六日的话 我真的可能 就比较头痛 对 会后面真的有其他客人 我们就是用餐时间 就是限制两个小时 那如果今天后面没有其他客人 你要做多久 做多久都没有关系 甚至如果今天你可以拿一本书 然后配个咖啡跟个布朗尼 我反而会觉得 有你在我身边这样子 我会觉得很舒服 在地食材你们还有 后续打算在做什么样的结合 会随着季节做调整吗 会随着季节做调整 像是尤其是水果的部分 就今年这个季节 然后像之前是凤梨 屏東凤梨一直是很出名的 我们都会利用一些 在地的一些凤梨 或者是现在那个高速的芋头 人家都以为说 甲鲜芋头是最出名的 其实呢 高速芋头呢 才是真正最厉害的 对 所以我们就会用 这个芋头呢 去做我们这次有 搭配洁庆做那个蛋黄酥 我们就用芋泥的部分 去做这个蛋黄酥 所以你们还有栽培 嗯 还有栽培 旁边不是酒炉就 柠檬很有名吗 对 也有酒炉的柠檬 没错 对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 就是环绕着各个不同的 那个产地 然后到我们这边 好 即使生意这么好 我相信跟你 在国外的薪水比 还是有落差 有 只是你生活变比较快乐 这样子吗 嗯 生活变比较快乐吗 我也不确定 就是会不会是变快乐 但是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幸福 另外一种成就感吧 因为其实薪水说真的 跟国外比起来真的是有差 因为毕竟你自己 你自己所投资下去 这几点点 然后我们一直是 亲力亲为的状态下面 但是跟家人在一起 然后趁着年轻 你能够在自己的事业 创造出另外一个 不同的火花 我觉得这个是算是 在成就感部分 跟钱比起来 我觉得趁这个年纪 你还可以有这样的成就感 就好好去享受这样的成就感 而且你们开店的时间 在去年疫情的时候 对 我们一开始就是在 我们卡在那个疫情 我们在疫情前面 所以我们有那个 过年那一波 我们有那个 大赚钱 对 就是有整个 把那个声量有扩出去 然后后来因为疫情 就慢慢有比较淡 但是那个时候也算是 让自己休息一下 然后改做一些宅配 然后之后就 现在有慢慢在回温了这样 你会不会自己看网络 在自学 再加一点自己的idea 自己的创意 也是会 网络上 因为我其实 在新加坡的时候 就还蛮常自己会做一些小料理 然后或者是甜点 就是尤其是 疫情那个时候 袭击新加坡蛮严重的 就关在家里 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每天都在做 然后还自己有拍影片这样子 就顺便让大家看 我在做什么这样 所以 也是因为这样子 就算是我的idea 跟妈妈原本的食谱的idea 我们有融合在一起 然后创造出更多不同的一个小甜点 开了近两年 现在会不会有一点这个被绑在店里的感觉 这是必然的 有点不自由 有 你这样说的确就是我 目前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点 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到处飞翔 一开始毕业之后就很开心赶快到了澳洲 去那边走走晃晃 然后工作 然后后来又到了新加坡 其实没有疫情的话 我大概人还在其他地方 对 但是就因为回来了 然后现在被绑住了 但我可能就会一直往另外一个方向思考吧 毕竟这间店或许我之后怎么讲 就让他如果越来越稳定的话 我势必可以投资更多不同可能能力成本的部分 找个店长 找店长之类的 然后之后我如果真的成为真正的算老板吗 我就可以至少自己不用一直被绑在这个店 但是我这间店还是可以run的很成功这样 是希望未来可以走这样走向这样子的 就不用我一个人一直亲力亲为 就是会期待他更稳定 然后有办法去找一个实际营运的人 对没错 你就可以放手 我可以放手 至少就是不是用我的一直手在做 而是用我的脑在做事 我是希望可以这样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这样一直 都是由我们自己在做 导致我们虽然很多idea 但是我们心有余力而不足 对因为你要追订单嘛 对没错 一直重复做 对对对 所以导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想法 但是我们没办法付诸我们这些行动 所以我是希望未来能够慢慢的找到 可能工作上的伙伴 然后可以帮我就是好好的管这间店 那我也可以就是放手让他们去营运之后 我自己有更多的idea可以放在店里面 然后把这间店有创造出更多的可能 因为其实我这间店 我像我现在有在 弄那个English Corner 还有那个Japanese Corner 就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 用英文去交流 然后也用日文去交流 给大家这样一个环境 因为在高雄跟台北其实真的很多这样的咖啡店或餐厅 但是屏东完全没有 所以我就我一直因为我很喜欢外语 所以我希望能够在屏东创造出这样一个语言交流的一个小天地 一个地球村 然后另外之后的话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慢慢的办一些试集 嗯 利用外面的 对 然后可以请一些歌手啊等等的 就希望这些东西都可以慢慢的做出来 但因为现在就是太忙了 倒是没有办法好好规划 只能先管好店里面 对没错 户外的这个庭院还没有办法充分的利用 嗯没错没错 就是对希望之后可以有再给自己一个期限啦 就是一个长期目标的部分 然后告诉自己自己应该要到什么时候 就应该要实现这些目标 你有去跟公所接洽吗 或者是跟一些观光发展协会 目前没有耶 但是我有去参加这个屏东教大店长的部分 嗯对 然后他们就算是一群的呃老板们 然后互相交流 对互相交流 然后可能就是有任何帮助的话 其实就是呃或者是一些 有时候他们有些活动可以办的话 可我们就会轮流在不同的地方去办 然后或许某一天就到我这边这样 嗯 那你是不是也要去参加一些青商会 啊其实 嗯 去做个公关 嗯对对对 可是那个就算是比较商业化了 那大店长是属于比较学术性的 所以我就先往那边发展 因为我觉得 嗯我其实会希望自己可以再越学越多东西 就是因为现在你一直被绑着 导致你所学的其实你就是 进步就会有限 对你就是一直在这边 然后看的就是这边 然后你想要去其他地方创造更多思想 可是你又没有这样的契机 那就是如果可以今天跟大店长们的一些同仁们 一起互相讨论的话 或许我今天可以创造出不一样东西 其实假日自己应该也会到处跑 嗯会会会会 嗯没错一定要的 就要看 要吃别人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吃一吃就觉得 哦我们家真的是太棒了 哈哈哈哈 总有一些刺激让你想改良吧 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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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觉得现在可以完全交给你爸妈接手吗 没办法 因为我还是我不想让他们那么累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还是店还是由我在做 但是就是谢谢他们有帮我这样 嗯希望之后是可以连他们都不用再帮我 然后可以让其他人去做自己他们的 嗯比如说主厨的部分 可以让其他人来担任 就不用让妈妈跟爸爸这么累 而且他们其实是一直很喜欢 去想东西的人 一直很喜欢去往前跑的人 所以如果今天他们也可以放手 然后跟我一起去外面的话 我们都可以 我相信这间店可能会越来越好 大家都放手 对大家都放手 没有我们还是会管的 还是会管 就只是 交接出去 对可以交接 如果可以交接出去就好 然后你们一起去看 没错 对 这样的话 因为你们都是有实际动手的人 所以可以互相学习刺激一下 这样才可以有永续发展我觉得 不然自己这样做 做到后面真的是 讲一下你每天的工作 我每天起床呢 就下来开始要准备甜点 你起床会不会觉得很疲倦 疲倦倒还好啦 是不会 一开始其实我们 最早之前是修只有修两天 然后因为我们修两天 我们全部采购都要自己采购 然后备料也全部自己备 那个时候就真的蛮疲惫的 因为完全没有休息到 那因为现在我们是等于去修三天 有一天真的可以好好休息 然后现在因为做的比较算是 确定说我们每天的行程是大概怎么样了 平项已经确定了 对 所以就不会有就是太多 那个时间去做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算是就是充分利用任何时间 就SOP已经出了 对对对对 所以呢现在就 其实每天早上起床 也不会觉得疲倦 就发现新的一天这样 然后晚上打烊前要做多少事 晚上打烊前就是要清这些甜点啦 然后打扫啦等等 然后再继续备料 就是五指金的一直备料 然后五指金的一直打扫这样 所以会到很晚吗 会 我们现在是因为SOP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大概90点就差不多 就可以快一点 对或者11点 但我们之前一开始开业的时候 我们每天大概一两点才结束 然后才可以去洗洗碎 就千头万绪 没错 然后就觉得说我的人生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把自己搞成这样 对没错 本来在国外很自由 对对 然后工作八个小时就领了这么多钱 然后现在就啊 我怎么工作了 就快要24小时了这样 所以你看疫情很奇妙 有些人从此就一蹶不振 有些人就会走出自己的路 像你就是这样 对的确就是觉得 反向思考的确疫情是 让我们全家团聚了 然后又因为这样子 有了自己的一间店 对我觉得还蛮难得的 你有没有想象你这样的店的模式 可以复刻在某一个风景区 有我有想过 如果今天 就是如果有人想要跟我们接洽的话 然后他们有这样一个场地的话 我也很欢迎 我也觉得还蛮不错的 开放加盟 对对对 开放加盟对 然后用你们的技术转移过去 对但是我会就是必定 因为我会希望我们家这个品牌的部分 是可以一直是 让大家看到The Grounds 就知道说 这边的食材是保证的 然后这边餐点的细腻度是保证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今天这种加盟的话 我们会 严格要求 严格要求 对真的要非常严格要求 因为就是你的品牌 你的口碑 对是我们的口碑 好谢谢明 谢谢